日前在亞洲盃拿下史上最佳成績 亞軍的光華隊成員來自四面八方 除了SBL球星 UBA好手更不乏擁有旅美經驗 周宜翔 陳寅俊 胡龍帽等 這些球風久役的各路球員 就連總教練Altis Hewley 體能教練Asia McBride也是美國人 這支有如大龍如的球隊 在溝通上還OK嗎 總教練Altis有在SBL 執教的經驗 溝通上不是問題 至於年僅二十五歲的體能教練 Asia McBride 則是第一次與外國人合作 幸好教練團當中 名教頭黃萬龍 言行書等人 都能充當翻譯 而球員當中有旅美幫 更扮演潤滑技 其實我們隊上就是有一些 也是旅外的 那他們就是也會幫忙翻譯 然後其實我覺得英文 就聽久就是會有所幫助 那現在我們也大致上了解 就是教練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旅美球員幫助教練傳達指令 後場指揮官陳寅俊 教練團只要設計戰術 負責穿針引線的他 就能幫助隊友傳達到位 就是自己也有旅美經驗 自己的英文也有一定的程度 就是幫助隊友就是 不然是在場上的時候 教練第一時間下達指令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向隊友溝通 或翻譯這樣的動作 球員和教練團之間磨合 旅美幫是最佳潤滑技 亞洲盃打下好成績 在接下來的瓊斯盃 扛起中華隊換血希望的小將們 還會合體出征 想看他們大殺四方 記得鎖定 未來體育臺的現場直播 把體育圈撞過來 太嚇人了 快點